哈囉 大家好 我是短金 我很好 謝謝大家的短金 時間灰性騷風暴持續延燒 蘇日啦啦對女神短金也跳出來指控 十年前對方曾以示盡為由 把她帶到小房間摸胸 她覺得我的胸部很像豆腐 然後就問我說她可不可以摸摸看 我當下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她的手就伸過來了 昨天晚上就是看到她 她就回答之後 然後我才知道她也有跟我一樣 經歷這樣的事情 那因為我覺得我當時就是 我不知道要怎麼保護我自己 我現在就是已經長大了 所以我想就是把這樣的事情說出來 難堪的回憶讓她至今想到 還是相當崩潰 不過16日她還是超敬業的出席活動 搶打笑容跟粉絲互動 只是活動結束後 短金就火速被護送回休息室 僅由經紀人表示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完全沒有回應 至於許潔輝宣布退出演藝圈儀式 經紀人也說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 我們只是發聲而已 許多粉絲關心的會不會對許潔輝提告 經紀人則回應 我們之後再說 而事件爆發後 有許多網友 酸她是在趁流量響紅 對此短金所屬的中信兄弟啦啦隊 也發出聲明表示 短金當時因過於害怕而沒有採取行動 所以透過發聲讓大家有所警覺 也請大家悟一個人立場想法 二度傷害檢討被害人 好